这邱莺莺就是穷紧张 以前对付白渣男 那是为他好 现在这个人一看就是个良民 我招惹他干嘛呀 那防我防得个什么似的 至于吗 至于啊 你那么爱捣乱 他防你很合理 是啊 我看妍莺挺喜欢那个殷勤的 你千万不许捣乱啊 看看 我就说了吧 你们都向着凡胜美 向着邱莺莺 都欺负我 怎么办呀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她肯定是要问我跟那个书宅的约会进度 知知我该怎么说呀 我该怎么说呀 阿姨呀 我是小关的邻居小曲 对对对 关关现在在洗澡呢 你找他什么事啊 让他一会儿打过来呀 好好好 没问题 阿姨呀 是这样的 前两天呢 我们一起跟那个书展吃了个饭 那孩子呀 就是一个败家子 花钱比我还大手大脚 赚得还不及他的领头 人看上去倒是挺老实的 但是啊 挺闷骚的 看到我跟Andy呀 就转不开眼 喂 阿姨 关关洗澡出来了 有什么事你跟他说啊 喂 妈妈 不应该呀 我跟你爸都很认可这个书展的 人家可是正经出来的MBA 这一转眼被你们说的字 怎么这么糟糕了呢 你不会是跟你同屋和气 回来骗我们的吧 妈妈 小曲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我现在跟小曲想的一模一样 关关 妈妈知道你不愿意相亲 可你再不愿意相亲 也不能拿这种事随意编排人家 这可不对 妈 我怎么会编排人家呢 我就算编我也不可能编得这么精彩吧 真的 真的妈妈 我真的没有骗你 Andy和小曲都在这儿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他们 那妈妈再去了解了解情况 要真像你们两个说的那样 这个人呢 还真不行 但你可不许欺骗我们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妈妈 不行 那你快去问问吧 别 别 妈妈 妈妈妈妈 真有妈呀 烦人 你的回答实在是太软弱了 你这样什么用都起不到知道吗 你就应该理智气壮的跟你妈说 你到底相不相信你女儿啊 你要是不相信你女儿的话 以后什么问题都不要问我了 可是这样跟妈妈说话 是不是不太好呀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 人啊不能一直做顺名 你得懂得反抗父母的权威 我告诉你啊 人善被人欺 樊大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哦 你这说得容易啊 你怎么反抗啊 你一个字 狠 这个事实上只有父母是天生前儿女的 所以做儿女的一定要拿出壮志一去不复返的镜头 才能跟出钱又出力的父母相抗衡 不要怕他们生气 更不要在关键的时候黏黏呼呼 就好比方说舒展这件事吧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抢占道德制高点 你就问你妈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人跟我相亲呀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就把他往我面前塞 这样也行吗 怎么不行啊 这些只是技巧 重点是要让你妈知道 蒙管舒展 王展 李展 谈恋爱是你自己的事 她压根就不应该插手 我看见你平时是被你妈欺压惯了 什么事都拼她的 在活得这么憋屈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我 还不是呢 你明明不喜欢她还跑去约会 这不是憋屈是什么呀 我就不明白了 你跟你妈把话说清楚 有这么难吗 想着你的风女孩 牵起手就不分开 拒绝等待 勇敢去爱 期待向你大声表白 安妮姐 你觉得昨天小曲说的对吗 我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过 所以无法借鉴 但我觉得小曲说的也有她的道理 父母当然是为你好 不过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经验 在替你分析 可是他们不能替你做决定啊 所以我不应该事事都听父母的 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想法 父母的意见也可以参考 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想 只要你自己想好了 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千万不要像小曲那样激进的方式 嗯 那我明白了 我应该多跟我爸妈沟通 让他们也知道我的想法 当然 老谭 安妮 结果出来了 你赶快来一趟 我在家里等你 好 我现在过来 老谭 喂 公公 妈 关于舒展的事情 我有话要对你说 你说 我昨天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我 他来追求我 纯粹是因为他爸妈 所以我不会再跟他见面 更不会再跟他一起吃饭了 哎呀 公公 你要真不喜欢呢 妈妈也绝不勉强你 知道吧 这件事情 也跟妈妈事件没有调查清楚 管妈妈不好 你说那个孩子表妹上 看着一表人才的啊 你说这个人品 你怎么会那么糟糕呢 放心吧 官官 妈妈一定给你找一个更好的 妈 你不要再给我找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会再去相亲了 你安排也没有用 多大了 你二十好几的人了 你这个年龄不去相亲 什么年龄去相亲 你说你错过了这段时间 你再来会不会 你都来不及 你听见没有 你别让我上火啊 妈 我不是幼稚 我也不是不想找男朋友 但我不想因为恋爱而恋爱 为了结婚而结婚 仅仅是因为我到了年纪 我就要去相亲 跟一个我根本不熟的人 去凑合在一起 这样根本就没有意义 也不是我想要的 除非遇见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 不然我不会考虑这件事情了 不然我不会考虑这件事情了 不过去的那种事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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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的